大家好啊 主角理事素晓和学习书 今天是周末了 我们做一期主日学的一个分享 讲什么呢 就讲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一件事 就是老师 每个人都有老师 中国的文化有五大偶像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人的五大偶像是什么 那就是天地君亲师呗 老天爷 土地公公 是吧 皇上 是吧 然后父亲 亲人嘛 天地君亲师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老师 今天我们讲讲最后一个老师 之前的天地君亲 有的时候会讲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扯吧扯吧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老师 这个我们说老师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中国人人和人之间都是彼此 都叫老师 尤其我这个人 我十几岁 19岁就开始被人叫老师 现在很多人在我的频道下面留言 还是苏老师 有些人在推特上跟我说话 都叫苏老师 有些是批评我的 还是叫苏老师 所以老师这个东西 它就不再是一个本身的意义上的一个 一个什么教育现象 而是中国社会结构里面的一个偶像崇拜现象 也就是什么 所有偶像崇拜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老师看得很高 老师的话都对对吧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人和人彼此都称老师 你教我老师 那我也教你老师 乡下来他可能没那么高级 不叫老师 但叫什么呢 叫师父 师父就是老师嘛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叫老师 是个人叫老师 特别受不了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分析 尤其时当我们读了圣经以后 我们对此的分析 就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那我说到圣经 我们就要引用一下圣经的马太福音 二十三章八节 就说过老师的问题 耶稣说 但你们不可被称为老师 因为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 而你们都是弟兄 那这句话好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 我就琢磨着就不懂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称老师呢 老师只有一位 我倒是可以理解 那中国是怎么说的呀 叫做三人行 必有我是 有三个人在里面 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 那遍地都是老师 但是圣经里告诉我 你们不可以被称为老师 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 是不是 你自己想想 这个差别有多大吧 这叫宇宙洪荒式的差别 是天壤之别 你说是吧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 这些受过喜的人 你很容易在中国人的人群里面 你很容易受到攻击 每天都遇到有人嘲笑基督徒 嘲笑我们 说我们的占据道德制高点 充当圣人 充当老师 这构成的人们对基督信仰的 普遍的一个误读 那一个信仰基督的人 当他表达观点的时候 他并不是要把自己单独摘出来 而是要把自己带入其中 这构成的基督徒讨论人性 讨论问题 尤其是讨论人性有罪 讨论人性又暗性的一种卷入意识 就是你首先把自己带进去 而不是把自己摘出来 我想发明了一个词叫卷入意识 比如说 比如我说每个人都是无奈的时候 首先是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混蛋 是吧 比如说我说我每个人都有罪的时候 首先前提是 我首先承认我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射尾的罪人 我作为一个田野调查的执行者 首先以自己为调查的对象 就构成了人性的意义上的一个方法论 是吧 那这样的思维方式 不是占据道德制高点 恰恰相反 而是理属于道德的最低点 理属于人性论的一般均衡之族所展开的判断 这是基督信仰的基础观念 上帝圣洁之子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 降生在人类最低而且是最肮脏的地方 所以洛克说 上帝之子耶稣披上人类的肉体 也会披上人性的有限性和软弱 但是罪恶除外 所以你想想 你设想一下当年的犹太社会 他看见一个叫耶稣的人出生的 就降在马槽里面 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有知识的人 他会叫他老师吗 他不会的是不是 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是老师 所以这就把自己给摘出去了 基督徒并不是说自己称自己是老师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以后就不要叫老师 应该叫什么 叫弟兄 叫姐妹 为什么很多爱读书的人 很多人自证有点这个材料的读书人 直径无法理解基督信仰秩序下的 这种人性卷入意识的思维方式呢 我认为都是儒家的习惯性的观念秩序所导致的 在原初观念的意义上 每个人 每个中国人都是儒生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儒生 或者任何一个中国人 包括我在内 当我说君子的时候 一定想象了自己就是君子 当我说小人的时候呢 一定不是在说我自己是个小人 在思想时的情境的意义上 这种现象属于 人性单向度的 善的追求的心理习惯 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说 宗教是好的 宗教是向善的 我告诉你宗教不是向善的 但宗教当然也不是向恶的 圣经是让你干什么的 让你承认你既不知道善意 你也不知道恶 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 要转变一个观念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圣经是对的 但是我们也更不能说 圣经是错的 有人听不懂 那圣经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什么是对的呢 什么是对的 就是你不要去分辨对与错 因为你的能力有限 你因为你是有限之人 而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它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你没有能力对圣经这套东西 判断是对的还是错的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这个里面很微妙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转换过来 所以我说这才是我们的人性的 判断困境呢 老觉得自己是对的 知道吧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人以理直心上来就是人 是吧 就对的 儒家的原初观念 首先是把自己拔高到一个 他人不可以企迹的位置 幻想自己登东山二小鲁 我登泰山小天下 幻想自己的君子风范 总是光彩照人 启蒙苍生 由此儒家传统 渐渐就变成了一个老师的传统 先生的传统 儒家文化秩序下的国家 老师在人性顿的高处 尊师是一种民情秩序 人人都幻想自己成为他人的老师 日本人也是这样 韩国人也是这样 只要是儒家文化传统下 人人都是有老师的幻觉 我跟你说 中国人当然就不用多解释了 孔子是至圣师 是万世的师表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师 但圣经说了 而且说的很彻底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每个人都互相称老师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有祸了 可叹的是呢 当我们接触到来自圣经的观念秩序 我们第一次听到每个人都有罪的时候 我们的习惯性的反应 不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进而把一个关于人性的普遍观念秩序 扭曲为特殊的观念现象 把一个人性的判断的一般的秩序 解释为个别的现象 由此我们一方面 反对人性原初有罪的观念的立场 另一方面呢 则又反对这个世界上存在 高于所有人的超验的圣洁的上帝话语 这么做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捍卫我们一以贯之的 君子观念的习惯 这构成那种庞大的文化现象 必须要严肃的辨系 一种文化秩序下的人没有例外 由于我们习惯的掩饰和伪善 以至于在集体意识的命题下 我们必须自己 首先把自己单独的陈列出来 就是我说的单独摘出来 比如说去远就是这样子的 世道昏浊 唯我独青 典型的把自己摘出来 这种思想方式并不特别 而是儒家思维方式的习惯性使然 所有儒生都认为自己是君子 没有儒生判断自己是小人 这种将自己单独陈列出来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人社会里是无所不在 我把这种人性的认知现象 总结为是抽离式的人性论 但是基督信仰之具下的人性论 不是这样子的 基督徒认为每个人都有罪 而自己是一缺罪人中的最有罪的那一个 叫做罪魁 但我们在观念秩序的原初意义上 判断所有人都有罪 意味着我们在人性论的前提意义上 拥有了思想的均衡前提条件 从而使得基督信仰传统意义下的人性论 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的纷争 而是表现为一种关于人性判断的直觉能力 我称这为直觉判断力 当人性有罪的判断成为思想的均衡前提条件 而作为科学的伦理学就成为一个事实 而作为宪政共和民主社会的制度也就成为一个事实 我这么分析儒家的抽离式的人性论 并不是责备儒家一开始就是一群伪善 而且败坏的家伙 问题不是出在伦理的判断上面 而是出在认识的方法上面 圣经的话语启示告诉我 当我判断人性的时候 我必须要找到一种普遍的均衡的观念 一种适用于每个人的观念秩序 理所当然这个观念一定是有两个 这个观念一定只有一个不能有两个 因为一个会覆盖全部 而两个却会引起纷争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只有一个 你比如说阳光只有一个 你比如说一只有一个 是吧很奇怪啊 比如空气只有一个 他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两套空气 那麻烦了 两套空气会打起来 或者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会有两种阳光 这两种阳光也会打起来 伟大的真理都只有一个 一定要记住 如果有两个就打起来了 具体到儒家的君子和小人的观念 这就是典型的二元论 所以人就是人只有一种人 一种什么人 罪人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叫直觉判断 你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个罪人 因为我也是个罪人 所以我们俩是一样的 所以你没有自个把别人贬低 你也没有自个把自己抬高 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儒家是上来就把人分成两种 你这个人是君子 这个人是小人 这就是典型的二元判断 当一个人面对着两个同时存在的观念 他会怎样选择呢 把常识告诉我们 人性都具有趋力避害的特征 人性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和主观主义的认识论的秩序 理所当然 如果我在君子和小人之间 有选择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我就会选择一个属于我的观念 那么我一定会选择君子观念 而抛弃小人观念 如果我在人群里面 我一定会把君子的观念 带在自己的脑袋上面 而把小人的观念呢 去带在别人的脑袋上面 是不是 很有意思啊 但是如果我们在自由选择的时候 发现在我们人性的高处 在我们高于我们俩同时的 更高的一个地方 存在着一个唯一的一个 同时高于所有人的观念 这去供我们相信 相信也是这种选择 所以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观念上的 和判断力上的普遍性 和均衡性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认识的意义所在 我们面对的唯一的上帝 我们选择就是选择相信上帝 这种唯一的选择 构成了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的幽暗的人性论 一直控制着我们的方法论 比如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偏好 直接选择善从而放弃恶 以至于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的使命是向善的 遗憾的是 恶的存在并不会 因为我们不选择而不存在 如此我们就开始用一生的努力 去掩饰我们的恶 并不可力软的堕落到 一种挥之不虚的伪善状态 事实上当我们讨论向善的时候 我们应该马上想到 终极的善绝对高于我们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依靠我们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抵达善的状态 但这种看上去有一点复杂的思念方式 我们总是学不会 相比之下 伪善的习惯 却宛如我们的生理的本能 不用老是叫 我们生下来就学会了撒谎 我们生下来就学会了装 我们生下来就学会了伪善的技能 以至于伪善成为我们的最重大的生活方式 和最习惯性的民情秩序 如此看来 一个接受到了福音的基督徒 和一个在儒家传统里 摸爬滚打的人 看似都活在这个世界上 看似都在使用中文 但其实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观念秩序 因为我们的判断方式 因为我们的自由选择 而变得如此不同 所以必须承认 不是我说的话 尤其是我说的这些话有多么的高明 而是儒生们或者是中国人 太习惯用极有的观念秩序思考问题 不愿意直面任何不同于自己的观念秩序 然后把不同的观念都塞在自己的 已有的观念秩序里 从而构成的属于中国儒生的特色文化 使得一切外来的观念体系 理所当然的异化为一种带有儒家特色的思想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 当我们看见中国共产党 把自己的独裁体制描述出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说出了我的批评 那些无恶不作的共产党人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生 他们的血液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跳动着儒家的血脉 这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从反传统文化开始 到最后就要高喊复兴传统文化的内在的一个逻辑 那孔子说六十耳顺 我真的很难发现有耳顺的中国人 大家都在指点江山 不指点自己 人性的弱点并不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性的弱点会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明显 一个人的一身最败坏的岁月 并不是在他的年少时代 而是他垂垂脑也即将死去之时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迈的中国人 其实更加无耻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论的一个错误的判断 是一个人性判断的幻觉 事实上整个人类的境况也是如此 人类社会是一个加速度堕落的社会 是人性的幼然性不但下行的社会 所以我在美国也看到很多个老人非常的无耻 你比如说美国的那些当孔的政治家 什么南希、培洛西 你说这个还有这个拜登这种人 舒默还有这个什么共和党的迷老鼠 他们都非常的无耻 他们都八十多岁人了 你就无法想象 他们是怎么 不是说六十岁就知天命 五十岁知天命的吗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天命好吗 可怕的是呢 很多基督徒也会出现这种抽离式人性的现象 我就经常这样 讨论一种人性的幼暗性的时候 我经常会以他人为对象 常常忘记了自己也不过是人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这种无所不在的抽离式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导致我们在三个维度上面出现巨大的错误 那第一种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人是他自己的原初观念的捍卫者 我们经常看不见自己无以忽略的认知习惯 人总是习惯性的陷在自己所在的原初观念里面 习惯性的按照自己的原初观念过滤其他的观念 以至于人成为观念的奴隶 所以圣经为什么有这样的话 说耶和华所要的记是忧伤的灵 有的人翻译就翻译的更好 耶和华所要的记是破碎的灵魂 是破碎的心灵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它稍微把它知识化的翻译一下 上帝所要的记是你的心灵的习惯 你的观念秩序你要碎掉要打碎掉破碎掉 所以一个在原初的观念 比如说中国人他就是中国人的观念秩序 比如希腊人他就是希腊哲学的观念秩序 比如印度人就一定是印度多神教的观念秩序 如果你这种观念秩序你没有破碎掉的话 那么你是无法真正理解上帝的话语的 你读圣经是读不进去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读不进去 那么第二种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长久陷入到单向度的判断状态 导致我们所说的三一模型的缺失 人总是过度的强调自己所在的观念的维度 习惯性的丢失掉其他同时存在的观念的维度 以至于人成为一个单向度的观念之人 包括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 比如我们读圣经我们经常吵来吵去 上帝是要啊上帝是耶稣上帝是圣明 应该同时说三件事情是不是 我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主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 其实他是三个词一个是主一个是耶稣 一个是基督三个词每个词都一意不一样 但合在一块是一个人是指一个我们的三一神是吧 他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啊就是但是我们要习惯的东西 我要跟大家讲过很多个三一模型 比如说马克思韦伯他分析一个国家他三件事情 一个是讲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是吧 一个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吧 那还有一个一个讲一个国家的价值 所以你必须同时考察三个东西 你单向度的考察价值或者单向度的考察经济 或者单向度的考察政治都是不对的 都叫单向度人就是这样子的 哎呀我要跟大家讲过一个家庭 家庭里面啊你看你夫妻之间关系好不好 家庭是不是幸福你看妻子是不是优秀 啊丈夫是不是优秀 错你还有第三个要考虑 就是说你妻子和丈夫之间是不是有耶稣同在 你只要考他三个东西啊 你你才能够判断你这个家庭是不是很幸福 那第三个错误是什么呢 第三个错误就是过于重视历史对人性的一个影响力 没有养成方法论的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知识训练 一切都以历史决定论在思考自己 人总是过度强调外在的客体的对象 习惯性的遮蔽自身的主观偏好 以至于人走进无所不在的观念的短视 中国人虽爱讲历史的 中国人人人都是历史学家 但是历史是事实 事实无法改变事实 只有观念才能改变你 所以哈埃克说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 所以我们圣经说你只要简单相信就可以 你读圣经吧 因为圣经是一套伟大的观念 是来自于上帝启示的 从天而降的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才能改变你的原初观念 谢谢大家